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海飞航 那么台北股的今天持续的 维持一个反弹的一个结构 那如我们之前的一个规划 持续向上做一个推高 那只是说成交量是出不来 今天预估的成交量 大概在2000亿的上下 所以它代表说整个市场的气氛 是一个比较偏保守 大家可能会有点观望的气氛 很浓厚 但它并不代表说 这种气氛之下它涨不动 既然有涨的话 而且在昨天 其实在上周的某一 的礼拜二的一个礼拜二 跟礼拜三的交易日里面 你可以发现到今天的行 到昨天 其实它结构上面有一些改变了 就是说这个行情的主要 偏弱势的格局的标的 它落到了之前 大家认为可以来撑盘的金融 金融转落了 然后航运也转落了 那倒是科技股在从上周 开始到今天到昨天跟今天 你会发现科技股相对 它可能变得比较撑盘了 它变得比较抗跌了 甚至台积电变得比较 相对强势了 所以整个行情 似乎在结构上面 这一波的弱势的科技股 有转强了 抗跌不跌了 那这个就代表说 这个行情对指数来说 它本来就应该要具备的一个 反弹的条件 那如果说比较偏弱势的 这里两个礼拜 比较偏弱势的金融 或者是航运 它也不跌了 那其实整个行情 对指数来说 当然它就有条件去 试图想要去收复时日均线 所以行情的部分 我们还是告诉贵人 你就维持 先偏多的去看待 可在这种格局之下 量人大概2000亿上下 你要怎么做 那就是我讲的 如果你一直以来 你就不是一个 在收集股票的做法 如果你一直以来 你就是像我们这样子 你就是反正你平均 一周一档的操作 锁定对的标的 开始提前去做布局的 这种做法 买转折区的这种做法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对你没有太大影响 那差别就是说 或许转折区的标的 目前还没有出现 那我不急得出手 或许要多等几天 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只要能够赚钱的赚钱 那我多等一两天 也没关系啊 是不是 那平凡交易 平凡的出手 面对现在的行情 我告诉各位 讨不到什么便宜的 反而是越稳健的做法 来到这种行情之下 试况之下 其实反而你会发现 才是最正确的 行情出现亮缩的时候 市场观望的气氛浓的时候 反而最正确的做法 会显得好像成功的 成功的那种几率 然后呢 获利的幅度 又比人家差了一大截 获利幅度 远远的超过别人 远远超过一般的收集股票 追高追涨的做法 因为稳健的做法 大家有市场告诉你 它绝对是长期的适用的 不是说什么行情好 是我们才能赚好钱 行情不好就赚不到了 不能这样做 那对方的做法有瑕疵 今天我会再提出 另外一个机会给各位 其实陆陆续续 之前像2379锐益 这一波的修正下来 过程中 来到四月底的时候 四月中下旬的时候 我就讲过 它是属于背离的 要转折了 从背离转折 当时我讲过了 那注意这种背离转折 可能会有反弹 变回升嘛 所以既然有可能 从反弹变回升 那你的获利幅度呢 就有可能会拉大 就成形成一个波段转折嘛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就会从锐益 拿出机会给各位 那锐益你没有跟到了 但是我会从锐益的部分 我会 我找出了一个机会 要给观众朋友来分享 那如果说你 行情走到今天的 你还是觉得说 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或你还是做不 你抓不到好 抓不到正确的标的的话 等一下 你可以利用 我在跟你讲解锐益的时候 你就放 我会释放出一个机会给各位 锐益这个标的 客户已经赚六十几万了 从四月底的背离转折 我跟你讲 有可能从反弹变回升 所以你看一档股票 可以让客户赚六十几万 其实就是我讲 因为原本我们就预估 出现背离转折 有可能就是出 有机会走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波段 那所以也激活力 到六十几万 相信七十万 那我们会从锐益的部分 跟各位分享 那延伸出来 有一档标的 因为锐益毕竟是属于偏高价 三百多块的时候 布局的 现在已经到四百多块了 那毕竟它属于偏高价的 那今天我要释放出来的 这个机会 这档标的是低价的 价格真的不贵 真的低价 可是它进入转折区块 准备要表态的 这种标的 释放出机会 就适合所有各种资金的 观众朋友了 你资金如果不多的 你说老师 我可能资金不多 我不敢做比较高价的 我要做低价的 那机会就来了 那之间有的人呢 当然高价低价 你都可以做 对不对 所以就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刚好 这一档标的 最新的这档标的 它是一个比较价格低的 人人都可以操作的 那机会在哪里 等一下我们再讲 但是我要给 让各位知道 就是说我们所释放的机会 是什么 上一次释放的机会 就上个礼拜的事情 上个礼拜 我说我们从 马老师的操作的 这个节奏里面 我们抓到一个机会 可以给大家释放出来 所以上周 你有抓到这个机会的 观众朋友来了 那其实你就跟单 跟到了 那其实 昨天股票就创高了 今天还是相对 在高档区 在红盘之上游走 酝酿之后 我们认为 还是有机会再创高 什么样的标的 等一下 昨天就公布了 我们先看一下 上周 我一直提醒各位 你可以来跟单 从马老师的操作节奏里面 我们抓到一个机会 给各位 什么机会呢 马老师的操作节奏是 马老师一来之后 第一档是美食 我还在强调 我所讲的 任何一档标的 不是说 我们只给马老师操作 没有 你放心 因为马老师是 他来的过程中 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case 我们就会以他举例 来跟大家说明 这个case 他的状况 因为马老师 他是一个钢琴老师 对股票是完全一窍不通的 那我就以他的案例 来跟各位分享 就告诉各位 其实不是你对股票不懂 你就不适合做 有时候反而 你对股市不懂的 你看他 他完全照着指令做 反而没有掺杂自己太多的想法的话 其实就做得更简单的 有没有 我要传达就是这么这个概念 所以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 我拿来跟各位分享 那分享到大家都对他很熟悉了 他来之后第一档标的是美食嘛 那客户也一堆客户跟着操作 我们发口讯 大家都跟着操作 不是他一个人独享 你们不用不用想太多 大家都有操作 那他来操作的美食第一档 美食上去的过程中 他的获利是累积的嘛 对不对 不要去想说你自己操作 你觉得美食不会涨 所以就不买了 很多人会有自己的想法 反而会会蛮可惜的 那他因为完全就是 完全没做过股票 所以他完全照着我们指令 我们建议给他操作就做了 所以第一档标的 买进美食之后 美食一路拉上去 创高来到从一百出 拉到一百三十七块多 结果呢 赚了二十几万 第一档 做到三月底嘛 那我们就告诉你 我们恭喜马老师 对不对 精选好股 那做完了之后呢 我讲过了 买转折就是怎么样 买转折的好处都告诉各位 是我们资金是活化的 资金可以从头开始到尾 到你会骑到之前 持续跟着运作 每一档标志 你都可以跟着运作 为什么 因为你是低阶转折之后 拉高上去 转折上去 你是会做获利卖出的嘛 一定要有买有卖 才就要完成一笔交易嘛 那好 那你低阶转折的目的是什么 高出获利啊 不是你干嘛低阶转折 对不对 所以高出获利之后 取回了本金 取回了获利之后呢 再去等下一个低阶转折嘛 透过这个不断重复的低阶高卖 低阶高卖的过程 客户的资金是不断在运作的嘛 对不对 所以客户的资金 他不会说我一下子你来之后 我们就买了三档 买了五档 买了八档 一下子一个礼拜 钱就买完了 资金冻结了 动弹不得了 不会再 买转折 在我们的周周时 我们不会有这种做 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客户资金是活化的 这一点是周周时的 独一无二的特色之一 那因为你买转折 所以我们在某一个当下 我们就针对那当下的 最新的那一档 当周最新那一档转折股 我们开始提前去布局转折区 转折区的时候 我们先买买好先建立仓位 转折一旦启动上去 就准备获利卖了 那这是买转折的目的 所以你当下 你就注意那一档标的就好 一档就好 所以平均一周一档的 关键就在这里 买转折 这也是我们操作 独一无二的特色 我们是平均大概一周一档 股票不用多 我给各位一个概念 你股票一多 它不代表说 你越会买的 你交易的越频繁的 你的累积获利越多 绝对不是 越简单 越稳健的 反而到最后 你会发现 获利的数字反而是越多的 因为有时候 我们一档股票就赚 赚赢了很多人了 一档股票 可能我就赚三成以上了 对不对 好了 那美食做到三月底 做到赚了二十几万的 马老师之后呢 三月底 那四月初呢 资金拿回来之后 四月初去买什么 买利基 所以从利基的交易 利基也是跌下去之后 突破之后 转折确认 四月初在这里 四月初有利基在这里 我们去提前布局之后呢 开始拉高上去 拉高上去 累积获利了嘛 又累积获利 第二笔交易 有没有 好了 到这边再创高 那达到目标啦 那达到目标怎么办呢 一样嘛 你低接转折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我高出要获利嘛 那有没有达到目标 达到目标了 我们就卖了 赚三十万 所以他来之后 两档标的赚了五十几万了嘛 好了 那卖掉之后呢 是不是就下去了 又下去了之后呢 我们再找机会 所以利基我们出 获利高出之后 他又拉下来了 又拉下来 我们在192再买一次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马老师的第三笔交易 那我要怎么找机会 给观众朋友来分享呢 对不对 什么时候呢 又赚钱了 对不对 第三笔交易 合计三笔就赚多少 赚了88万 获利卖出之后呢 是不是转折上来 卖出 卖出之后呢 再准备低接 精彩 精彩又转折上来 有没有 所以你发现 我们每次买股票 位置都都跌下来之后 每次买都就跌下来 或者整理一段时间之后 有没有 转折去买进 所以我们获利率比人家高 我们不需要买一堆股票 马老师也好 庄老板也好 都有做这档标定嘛 对不对 赚28万 好啦 我就找机会给各位了 做到5月3号 做到5月初嘛 对不对 那我就找机会了 我说人家 人家这个 这个也做完了 然后呢 下一档呢 金刚2号 6578的 达邦蛋白 又接棒演出 有没有 5月6号 涨停 有没有 又上来了 所以你看 精彩之后呢 他回来到这边 这个形态 转折形态 跟利基是一样嘛 修正修正 打底之后 突破回落远点之后呢 买点上来上 转折了 打方蛋白 又涨停 结果呢 两天两根 两天两根之后 第三天再跳高 257上下 我们全部获利卖出了 节目中我都讲了 那这样的话 短短三天个 快速的冲上去 三天冲了20几% 将近快三成 赚40几万 好啦 那卖掉了 然后呢 对不对 然后呢 到5月9号 然后呢 然后我节目中 跟哥报告什么 我说你来哦 马老师 马老师的部分 以这个case的部分呢 他已经做到 达邦蛋白 已经做了 第五笔交易了嘛 那获利卖出了 他准备要做 下一档标的 所以我说 我开放给各位来跟单 有兴趣的来跟单 有没有 所以我又释出了 一次机会给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兴趣 要买跟他一样的 下一档 你来 那有来的投资朋友 上礼拜来提前去买进 到昨天跳空上来了 是不是一个修正之后 突破 回来之后给你操作 转折确认之后 电高上来 跳空上来 已经走一段上来了 创新 创高 这个高点 也突破这个高点 创高了 那你回头去看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修正之后 转折上来了嘛 有没有 那你买的位置 就转折区嘛 对不对 就赚钱了 所以4770的上品 基本上 转折上来 我有开放给各位 来跟单 好啦 这是我上一次开放的 你上礼拜来抓到机会的 已经在赚钱了啦 那今天上品表现也都不错 还是持续在红盘之上 在那边游走 好 酝酿之后 认为我们认为 没有意外的话 还是再创高了 好 那问题是已经过掉了 上礼拜的事情 那今天呢 我再找一个机会给各位 今天我找什么机会呢 我们从瑞玉这个case里面呢 之前我跟各位分享过 瑞玉 有操作瑞玉的客户里面 其中有一组客户 比较有趣 我有举例给各位听 我有拿出来 特别跟各位分享 有没有 少妈妈跟少小姐 母女党 有没有 他们来做瑞玉的之前呢 其实他们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他们会 会顺利来操作瑞玉 为什么 我讲过了 瑞玉其实这种标的 他的破底 破低之后 背离上来的嘛 好 那就这样一路上去 好 那瑞玉其实当时 会跟着操作 其实少妈妈 或者跟他少小姐 母女党 他们会来买瑞玉 其实当时 我也没有意料到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当初就讲过了 他们前前后后 来电话到公司 三次了 那前面一两次都是 后来他又觉得 先暂缓暂缓 他先不要跟着试作 他原本是打电话来试作 我有开放试作名额嘛 那后来他可能 又想了很多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 可能 过去有一些 不是很好的经历 那经验 所以那我不赘述的 有一些不太好的经历 所以他可能会认为 会不会又跟过去一样 所以他们母女党 有很多的考量点 但是 我觉得其实都是人之常情 你过去曾经摔跤过 你当然 你当然会有不断的 针对过去的回忆 对不对 会影响你现在的判断 那后来第二次拨电话来 后来又没有做决定 又不敢操作 又不了了之了 但是我们的服务人员 其实算是很热情的 不断跟他说 当你考虑好了 你再来跟着操作 反正你考虑好了 你告诉我们 那我们当下如果标的来了 我们就通知你 你就可以来试作 我们不断的跟他沟通 那你就是他自己考虑好再说 反正试作嘛 没有什么谁逼谁的问题 就是你考虑好你就来试作 后来到四月底 他这一次 我们也没想到 他是真的考虑好了 这一次他跟了 他真的考虑好了 已经三次了 好了 那考虑好了 刚好跟到哪里 跟到这一次破低之后的 瑞玉的破低转折 有没有 这节目中 我就跟各位分享过的 少妈妈跟他女儿 少小姐的这个案例 CAS 那是不是又是一个破低 而且是破低之后的 转折上来 那来到今天这两天 其实已经累积到60多万了 有一段时间 瑞玉在这边震荡 有没有 来到这两天又冲上来了 已经赚了60几万了 所以从破低 破低之后转折上来 当时我就讲过了 其实我们的规划 有没有机会 从反弹变回升 有没有 我当时已经讲过了 不要小看 这种背离的转折上来的股票 好了 那既然已经走一波上来了 已经累积到60几万的获利了 那我今天为什么特别讲 这个CAS呢 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讲 因为 他们要做下一档标的了 因为他们现在目前 正积极的在布局 那建立仓位 一档 另外一档标的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各位分享的一个机会了 我说反正你上周错过什么机会 那这礼拜如果 我又觉得有不错机会 给各位分享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考量 要不要过来 来试做看看 什么机会呢 我刚才讲过 因为瑞玉毕竟是300多块的股票了 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有点 比较有点排斥 会觉得高价股不太想做高价股 但没有关系 他们最新的在布局的仓位的股票 邵妈妈 邵小姐在布局的标的 是一档低价转机股 他们目前锁定的是一档低价转机的一个转折的标的 那这档标的呢 其实基本面那些我不能说太多 我只能提醒你 就是一个价格就是便宜许多了 低价股了 那进入转折区 随时准备上去转折确认 而且转折确认之后 其实以我们的观察他的一个筹码的一个状况的话 转折上去看着强攻或者是走喷出的模式的几率还蛮高的 然后再搭配现在的事况 你会发现大家都怀疑在等待 可是指数他就是向上走啊 那这种气氛之下 然后来到这种标的 那其实真的很有可能就是可能会走喷出段 那我们不去预设立场 但是我们至少我们我们的规划是有这可能性发生的 所以我们会拿出这个机会 就是告诉各位真的这个机会 真的很不错 蛮特别的一档标的 那我就欢迎各位来试做了 一样啦 上周我提醒各位 你要跟单的 有没有 马老师下一档标的 要跟单的 你来跟单 周周时专线拨通就可以了 那这礼拜今天呢 我们一样 少妈妈 少小姐的这个低价的转转折股 要来跟单的 他这档已经赚多了啦 就是换下一档了啦 那这个没有跟到 是这个不用讲了啦 现在说是 他们要做了下一档标定 你要不要跟单 如果你要跟单的 那请你今天把电话拨通 我们的这个试做名额还是有啦 试做名额今天还是有开放 你就用这个试做名额 你来跟单 来跟这个单 把周周时专线拨通 我们广告时间先拨电话 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其实我们不断的陆续 有找一些机会 要释放出来给观众朋友 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周周时 什么叫做买转折的标的 其实这种就是 你没有做过你不了解 那你做过你真的真的尝试你真的去买过转折股股的时候 你获利一次 你就知道状况是什么了 因为你过去很多人可能没有那种经验啦 但是我们尽可能会从我们客户的实际的这个交易 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 一些特殊的case来跟各位分享 他们来的过程 那前前后后的一些操作的内容 像好妈妈的案例 大家很熟悉的啦 来了之后再一个多月时间陆续操作 这都陆续操作的 做完做美食才做生群 生群做完做得为 得为做完做会洋嘛 这一高一低嘛 于爸爸也跟着做有没有 大家都很熟悉 做完会洋之后 从中美食 妈妈来之后 从中美食开始交易嘛 中美食 也是转折刚上来嘛 有没有 所以你不管怎么做 买转折 不管你怎么做 你是买转折就对了 买转折从头开始交易 你的风险是最低的 获利率最高的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就告诉各位 要这样做 我们独一无二在哪里 独一无二就是我们可以在转折区先买 实实在在的从头开始赚上去 然后重点是我们有买 我们就有卖 我们懂得什么叫低阶转折 为什么 为什么低阶转折 低阶转折的目的是什么 我要高出获利 你拉上去的我就要获利了 筹码松动了 或者是动能衰退了 我就卖掉了 对不对 只一档标的赚五十几万 来的第一档 本金只有一百多万 好了 那休息个一两天之后呢 布局申权 后来申权在三月底 又转折上去 又启动了 又成功启动 攻到涨停板 有没有 那转折上来 对不对 那不要看到涨停 我去追 我去追这一根 不对嘛 人家在这里就转折 确认之后上来 垫高之后 攻上来的 你在这里才去追 怎么对 对不对 你在这里追 三十几万 做完之后呢 再等一等 等到什么 德威 有没有 德威 余宝宝也一起上车 有没有 这个case我们都讲过了 这个故事都跟各位分享过了 余宝宝要 我可以来一高一低 那一高是谁 德威先出来 所以德威先做 先做转折上去 也赚了四十几万 目的什么 买转折的目的是要高出 做完德威之后呢 等到什么 等会扬 为什么 会扬是价格低了 一高一低 德威做完了 有没有 做完之后 第一阶转折什么 转会扬 所以这些case有操作 但是我们不是独后 这些单一的case 我们客户也都跟着操作的 发抠讯 大家一起操作的 大家都一起都赚钱的 会扬 强攻到涨停 然后你就发现会扬 攻到涨停之前呢 他其实是先修正的嘛 我们在修正过程中 在这里买的 你看 他这里攻到涨停 攻涨停前 机会在这里 可是一般人 不会带你买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讲 做股票就是这样子 好啦 那这样会扬 会扬这样上去之后呢 转折买完之后 一大波赚四十万 又赚四十万 后来下一档 我就说了 好吧 那没关系 那下一档的 第五档标定的 母亲节前 你来跟好妈妈的脚步嘛 对不对 那哪一档呢 有来跟的观众朋友 跟到金刚嘛 是不是跟到金刚 转折上去启动 对不对 然后呢 金刚几乎怎么样 几乎四天四根涨停 几乎四天四根 又是买转折 又再赚将近五十万 所以你看 其实有特殊的标的啊 我们大概都会释放出机会来 那今天为什么特别又拿出了 少妈妈跟少了解的 瑞玉的这个case跟各位分享 因为他们目前在积极在建立仓位的标的 其实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这次市场新的标的 那瑞玉他们从低阶转折的转折点上来之后 已经赚六十几万了嘛 那接下来他们在他们在部件的低价转折股 如果有兴趣要跟单的 请你今天把电话拨通 我们的跟单的名额 还有释放出来 那电话中间电话 广东电话把它拨通之后来跟单 这档低价转折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同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